立法院第二次臨時會原先預計在8月17號舉行 主要處理紓困3.0特別預算案 不過國民黨團12號率先發出聲明痛批 該預算書總預算高達2100億元 但內容說明初操也不具有急迫性 因此反對召開第二次臨時會 而時代量黨團則在13號召開記者會 提議這一次的臨時會不應只處理追加預算 更該針對香港嚴峻的局勢有所作為 很簡單就是說按照中澳民國憲法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以及港澳條例的規定 我們來修港澳條例 來保護香港人追求民主如果受到迫害 我們用法律保護會比較穩定 結果只有執政黨說不用不用不要 我們弄一個方案沒有法律依據的方案來保護港人 然後現在每次都碰到選舉他就跳出來說他們最稱香港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接受 明天黨團書記長鍾嘉斌回應這次處理書款3.0特別預算案 是為挽救製造業觀光運輸業以及率退的產業 如果延到下一個會期恐將同時處理施政總質詢 明年度總預算審議以及前瞻第二期預算籌編等負擔沉重 因此希望能敢在定期會前完成審查 在今天又有其他的在野黨提出希望臨時會要來處理 包括像因應的香港最近的變局 我想臨時會的召開都有它的特定目的 不過由於在野黨的意見不一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跟在野黨逐步的來進行了解 不過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13號約下午1點 在個人粉絲專頁上發文 表示二次臨時會召開的前提在於取得朝野共識 面對國民黨團反對立場 柯建民最終表示 民進黨團目前不規劃二次臨時會適宜 待9月定期會召開之後再行審議 元氏新聞 就是我們立法院採訪報導